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覺得穿線你可以把它想很複雜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想很簡單 對我來說我覺得穿線反而是一個機會 因為我不太想要跟傳統式的運動品店一樣 因為傳統式的運動品店你會覺得它比較亂 但你可能就沒有辦法好好的做出來休息 或跟客人聊一下天這樣 客人就是選手或是教練他們會跟我說 你穿出來的比較怎麼樣怎麼樣 他會比較喜歡我穿出來的感覺 在透過穿線的過程之後他們又會跟我聊天 就聊到他打這個球拍發生什麼事 他打這組線發生什麼事 那他希望可以怎麼調整 就是我可以透過跟他的這個單純穿線的事情 我可以發現很多的是這個人的個性 這個人的習慣 然後跟他的一些喜好 所以就是會覺得說其實穿線蠻好玩的一點是 我們其實是透過穿線然後看到一個 雖然很像是一個面面觀嗎 一個人的不同的方向 比例台北的步調比較快 那來的人可以稍微就是有休息的感覺 人家會一直問我說 欸你不覺得一直在穿線 一直在做一樣的事情很無聊嗎 我就說不會啊我覺得還好 我反而覺得穿線的時候我很平靜 透過比較機械式的動作 我可以可以沉浸一下自己的內心 溝通上聊天上我的心情又會 欸可能也會蠻開心的 可能他打一球我也會變得開心 那種感覺啦 因為會有我的信任基礎 就是也可以從裡面看到不一樣的人 他們的模樣 你會看到不一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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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一點點 我會看到不一樣的人 他腦子 開放大 我們要回到這條幻子 這條幻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